野生的西螺 大家有捡过吗 今天来这个西边打算找一点 这种西螺它只有在水汁没有乌浪的那种西边才会有 小的时候经常捡来煮汤和对冷很好的 今天我们一起去找找吧 这个姜都开始长叶子了 好几颗的西螺呀 就是这种的个头一般都比较小 这种螺它对水汁要求比较高 这个拿回家煮汤喝很好的 比较清凉 这种野生呢 它的个头都很小 老一辈的人都说这个是好东西呀 煮汤喝口感还不错 如果是吃它那个肉的话是有点微微苦苦的 看 我都已经挑最大的茧了 它还也只有这么大了 它这个外壳很光滑的 看样子这条西一直到上面都有这个螺剪 发财了好多啊 才一伙功夫就剪这么多了 差不多够煮一碗汤了 可以了回家了 这西边上还会长这种食仓谱 原来这条西上面很多的 但是之前有外地人来大量的收购 所以现在都只剩这样子没根 只有一点点叶子了 这个东西是在我们这边到地里做事情口渴的时候 拿来装这个泉水调的 这是天然的山泉水 正宗的山水 正宗的山水 到这里 我是篮篮 我们下期再会 下期再会 到这里 感谢观看